这两天天气方面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天气变凉了 中南部则是早晚比较凉一些 双十节北部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震雨 中南部天气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沿海的空旺地区 季风会比较强劲 10月6号受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东北部云量较多 清早出门感觉挺凉的 平地最低温是嘉义的21度 台中21.5度 淡水22度都很舒服 非常喜欢 因为今年太热了 很热 那这两天就比较凉 比较舒服 有点正常的天气的感觉 星期三之后水气会再增加一些 东北季风的迎风面地区 有机会下短暂雨 礼拜三之后水气会稍微增加一些 所以除了北台湾之外 花莲地区也会一整天 都有一些短暂雨的一个机会 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稻情 双十节星期五 北部东北部可能会有短暂雨 中南部天气还不错 但是日夜温差大 沿海空旷地区风浪大 尤其蓝雨绿岛 澎湖金马地区 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 强风对于烟火释放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至于太平洋上的黄风台风 对台湾地区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是接近时会加强阵风的效应 秋日时分 天家一物 注意温差 记者图文恩张俊慧台北报道